望局部的第五个 望二阴 我们望了头面 望五官 望胸腹 望四肢 第五个 望二阴 望前阴 因为说望前阴 有复刻疾病要专门的检查 前阴是什么呢 前阴是生字或排尿的器官 由神所居管 中经所居 特别是男子的阴部 是中经所居之趣 阴护通于包公 古语的阴护是通于包公 与春耳末密切相关 干精熬阴气 所以前阴这个地方 和神和膀胱和肝 这些脏器 关系密切 各学生讲课的时候 应该做交代 就是语心的 查语心的前阴 应当男医生应当要有 护士陪同 必要的情况下去查 那么 呼科 如果是呼科医生 应该做外阴的检查 外阴的病变 常见到的一种 很多的 外阴的病变 这个 呼科 病恐怕有相当一部分 都在外阴上面有反应 可以从这里反应出来 男性的前阴疾病里面 现在有 关门有男科 男性科 男性科 所以外阴的病变很多 一种外阴的肿胀 如果外阴部出现 红肿 骚痒 疏痛 这些情况 由于外阴是肝经中气所居之趣 肝经老阴气 所以认为是肝经的食热下聚 或者也有的就支撑为食热下聚 食热下聚 因为这个阴部也叫 躯体的比较下的地方了 它都在脏腹的位置下面 所以叫做食热下聚 食热下聚的位置应该说 聚到腿上去也是的 聚到脚趾上面去也是食热下聚 那么这个地方 所以肝经食热 因为它是阴气属于肝经寻心 好过的地方 如果阴狼阴护肿脏 那就叫做阴肿 可以是水肿病的一种 可以是水肿病的一种 水肿的以后 可以进行阴部水肿 阴部水肿 还有阴狼 男子的阴狼总大 是去散气 散气当然也不单纯是 男子有 女子也有散气 也有散气 男子的散气更常见一些 你看这个小儿 这个散气 这边总大了 阴狼总大了 阴狼总大了 里面有五体 从这个腹腔里面 掉到阴狼里面来了 掉到阴狼里面来了 散气 散气有可有风味好多种 有可因为水引起来的 水引起来的 有的是因为血引起来的 有的是里面金额曲章 里面摸上去啊 和那个有蚯蚓一样 里面好像笋子一样的 那多半是 金山水山雪山 还有石山 石头 不是说里面长了石头 是讲的这个高丸生长癌症 肿润像石头一样高丸癌 所以山有很多种山 山气这是个笼统的名称 它里面可以有不同的物质 可能是水 可能是浴血 比如说这个阴部这个地方 被踢伤了 阴狼里面去血了 这就变成血山 等等 外阴收受 外阴收受 就是阴狼 甚至阴静 往腹部收 呼吁或者感到阴气 大阴神小阴神 往里面收受 并且疼痛 实际上 这种是不是真正收进去了 可能受寒以后 寒性凝滞 它的阴静 阴狼 可能都处于一个收受状态 这是可能的 但是有的说这种 熟阴症 熟阴病 比如说海南岛那个地方 原来就说比较多 互动的很厉害 这个阴狼 都熟到痘子里面去了 外面看不着了 要赶快要把它扭着 不然就收进去了 就会死人 实际上 可能是收受 出一个收受状态 是可能的 最常见的伴有的典型 就是肚子冲得很厉害 叫熟阴病 熟阴 朗肝尖了 终于要用个朗肝尖来进行治疗 像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一定是收的没有了 那这个好像没有 但是这种病人还是有的 病人有 有的一紧张 特别是听说了 听到了这样的痛啊 这个不安 人就会完了 紧张以后啊 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寒冷 冷痛 有瘦瘦的感 就认为 阴狼阴气 阴静都收进去了 这种叫做熟阴 阴熟 这是寒之肝膜的一种表现 寒邪精细 寒性凌智收隐所 他痛得很厉害 为什么说肝膜是 阴气是肝金寻扰的地方 为中金所对之处 外阴生疮 外阴生疮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叫做阴疮 就是生疮 一般的就是阴疮 一般的生疮 那多半是肝金食热下肢 活着个红肿 索热 骚痒疼痛 实际上 也有的是梅痘 叫做下肝 这个下肝国处有什么 混旋啊 这样的一些名字 那是梅痘 现在梅痘少见了 梅痘少见了 但是这个有啊 行病的那种情况又多了 有的生疮很严重 有的是肿瘤 癌症 这个语心 外阴呢 是由白斑 到外阴癌了 一种癌症的表现 外阴生疮 外阴的死疹 男性的阴囊 有的说也连接到阴镜 大腿的内侧 这些地方 骚痒 潮湿 起小疹子 这个阴囊一起疹子以后 痒得很厉害 皮肤正厚 起疹子 就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球一样的 修球一样的 所以把这种病呢 叫做修 神郎轰 也叫阴囊轰 或者叫做修球轰 像那个 这个这个过去 什么这个 抛修球啊 去这个谈恋爱 什么 球打到水球 那个点 修球 神为修球轰 行用这种病呢 阴囊轰 潮湿 死疹 烧痒 皮肤 忠厚 这是阴囊轰 也有的称为修球轰 神郎轰 神郎轰 因为它与神有关系啊 这是事实上 中医认为啊 神 两个大的 左右 在腰部 这是两个大神 两个高丸 它的形状和神很相关 很相关 所以把它称为神子 这个高丸是藏在阴囊里面 所以叫做神郎 神子神郎 实际上 神与 水 应该是讲的那两个大地 应该说我们人生上 像南地的话 应该有四个神 有两个大的神 主要是排阶小边地 有两个小的神 就是高丸 它的形状是像神章啊 高丸啊 形状像神章 你看我们杀鸡的时候 那个熊鸡 那个高丸 应该说那个神 有些像像 所以它叫神子 过去叫神子 所以这个应该说 比神子的那个神 应该是讲的神子 讲的高丸 这两个小一点的神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神郎峰 语星也可以 那就语星不叫做神郎峰 那就叫做语星 语音失诊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那应该是 食热下距 如果病久了 烧痒皮肤 回后 增后 烧痒很厉害 那就可能 出了食热雨 可能有阴虚血烧了 阴虚血烧了 高丸的一场 高丸的一场 但有高丸割小 甚至没有高丸 那是先天滑游的问题 是吧 高丸当然就没有生殖能力 也有的高丸 从腹腔里面没有掉下来 这是可能的 还有一种情况 是塞线 砸塞以后啊 一种后遗症 砸塞啊 小孩得砸塞以后 他有时候就出现高丸 出现萎瘦 当然这个砸塞 塞部怎么跑到高丸 这个地方出来 终于怎么解释它 这个病 怎么后遗痒 到这个时 高丸变小了 这是高丸萎瘦 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高丸的一场 第五个 阴部有无头去 前阴这个地方 有东西掉出来 当然是讲的语性 胡语的阴部有无头出来 掉出来 叫做阴挺 阴挺 阴部啊 这个涂得不厉害了 是不是啊 这个把这个阴道鼻翻出来了 甚至子宫颈子宫 这个地方都翻出来了 这叫做阴挺 这叫做阴挺 掉出来了 这种病 认为是中气下陷 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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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有收舌的作用 脾气 脾气下陷的时候 可以出现阴挺 多半 比如说阴挺 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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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阴道啊 松弛 所以阴道鼻就掉出来了 变成阴挺 这是望前阴 最常见的望这么一些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病 很多很多的病 子庸啊 子肿啊 就是讲这个高丸的庸 肿什么等等 阴近的眼 等等好多的病 我们都没讲到 望前阴 最常见的有这么一些 望后阴 后阴是排泄大便的地方 它和脾胃和神的关系密切 前阴是和肛和神的关系密切 后阴就是和脾胃肠和神的关系密切 前阴后阴的病变 最常见的比如说肛庸 肛门周围身疮 红肿发龙 就是肛庸 身在腹部的就是腹庸 身在背上的我们说叫做打手 上打手 中打手 对计划等等这些名称 身于井子上的 是井庸 身于相不指相庸 身于喉咙的喉庸 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庸 那么身在肛门周围 因为肛门这个地方 比较脏 西顿容易在这个地方繁殖 斜肚 食热斜肚容易聚集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容易身上 这是肛庸 第二种是肛裂 大便干操 解大便解不出来 把肛门撑破了 撑破了以后肛门出现裂口 容易去学 容易去学 这是叫做肛裂 看得到吧 那个地方 那个红色的地方 红色的地方 箭头指着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地方肛门已经蹭开了 出现了裂口 出现裂口 这种裂口 很可能就容易出学 可以出现 这种出学就在我们前面讲的 叫做静穴 出学先一滴一滴滴 滴下来 这是肛裂 直疮 很常见的 现在直疮的病人很多 我们肢穴科 都经常是满的要等床 患自疮的人很多 专门有肛肠科 主要是这种病 这个自疮 生在齿线以内 也叫做内置 齿线就是这个地方 周围 肛门就是这个皮肤 皮肤粘膜和那个肠子 胶盖的那个地方 叫齿线 身在这个齿线以内 你看这是齿线 这条这个是齿线 身在齿线以内的 这个筋埋驱张的 这个堂款 一堂堂的款 这就是内置 身在外面的 身在这个齿线外面那里 这些地方的 叫做外置 身在齿线内面的 叫做内置 具体是 那钢肠科 还可以实习的 齿线内的叫内置 齿线以外的 叫做外置 在肛门外面 这不是长癌症 也不是一个 五字脱出来了 是这个肛门边上 皮肤上面 出现了 浴血 隔大 它又有几种 有这个血管的 也有嘴皮 就是一种皮 皮瓣 皮肤等等 又有几种 这是身在肛门外面 齿线外面的 叫做外置 还有即使内置 又是外置的 里面也长了 外面也有置的 你看这个 这是齿线 这一条 这是齿线 齿线的里面 这个 张大大地 这一部分 这是内置 你看这里有一个内置 这里有一个内置 这里有一个内置 这里好大一个内置 除了里面有血管扭曲 浴血以外 这个外面 齿线的外面 它已经超过了 这个齿线了吧 是不是 齿线的外面 它也属线了 血管扭曲 血圈 这个混合字 内外都有 混合的 所以叫做混合字 这是痴疮啊 常见的有内置 外置 混合字 浓管 浓管 刚才我们讲 这个 刚庸 这个地方 身疮以后啊 肛门周围 地方身疮 庸 环是身疮 就会滑笼 魁婆以后 就流龙 流龙以后 肛门这个地方 又不干净 所以经常 这个龙流出来以后 经常又感染 就慢慢就形成 一条隧道 我们先讲到这个 脖子上可以出现 颈子上有颈流 路管吧 肛门这个地方 出现了路管 我们叫做 钢路 路管 路管就是 和这个脑土地洞 一样的 它里面有一条 安道 安道 这个安道 又有不同的安道 有的是盲的 一边 有的是 两边通孔的 一边是通到 肛 肠子里面出来 一边通到 肛门外面 皮肤上面的 内外沟通了 有的是 只有通一头 有的是 有上面交叉 有高位 低位 通到肠子的位置上 又有高的位置 或低的位置 所以有复杂 复杂漏管里面 像这个 地道一样的 到处互相沟通的 所以漏管 这个 这是用哪一个 一个线 出碳了 碳了 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 外面看的 口子不大 但是把这个 像缩鸟一样的 这个管子 插进去 就可以摊 看到插得多深 插到了什么地方 出来 如果这个插得很深 高位 刚度 插得 因为没插好深 就插得几公分 就插不进去了 低位的 是不是 哪一边插插 插到肠子里面 出了 那就是 不是盲丹 那就有内口 有外口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摊证在插 在插这个漏管 这地方插得进去 就形成了一个管子 我们先讲 那个紧漏 当然那一个管子 就很大了 这个没有那么抽 实际上这个里面 也很不容易好 很不容易好 为什么不容易好 这个地方比较脏 特别是如果是 冲到肠子里面出来以后 你看肠子大边 什么东西 都慢慢到那个管道里面出来 很不容易好 而是经常要做手续 这个钢漏的手续 要把它 想办法 中医有个比较特殊的方法 把它 骨扎 结扎 疗化 不是一刀把这个切掉 一刀 你看切掉 把这块 肝门屁股也切掉 把这块切掉 那很难 用这个松茎的线 用上摇 它自己让它收拾 让这个管子 陀螺坏死 长出心地肉来 这样的治疗 这是漏管 第五个是脱钢 自肠从肝门里面 从肝门里面 掉到外面来了 自肠粘膜或者自肠 从肝门掉到外面来了 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呢 我们语性 前阴 就出现阴庭 我们后面的 从肝门 男性 女性都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脱钢 你看 这一个 病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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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子啊 肠管啊 肠粘膜啊 就翻出来了 从 就是肠管 从里面翻出来了 肝门啊 在这里 解大便就排出来了 脱钢 脱钢的 有些脱出来几寸长 不能够回溯进去 不能回溯进去 那很痛苦了 前因的病 后因的病 常见的 我们讲一些最常见的 讲这些 今天讲到这 休息 这是什么的事 我们讲的事 我看起来就不错了 我看起来就不错了